我现在是在十三朝古都河南洛阳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4点28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洛阳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众所周知 洛阳呢 它是河南省的副中心城市 河南的第二大城市 所以说这个市容市貌 绝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那么现在咱们坐的公交车 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 洛阳它是十三朝古都之一 也是华夏无名的发祥地之一 丝绸之路的东方齐点 随唐大运河的中心 历史文化非常悠久 曾经司法官就说过 若问天下心肺事 请君子来洛阳城 所以要想把洛阳州的城市的历史读懂 必须要花大量的时间 毕竟它是我国建都最早 历史最长 朝代最多的城市 坐着公交车呢 就能够感觉得到洛阳的防华 高楼林立 而且车水马龙 活力非常的十足 交通还是非常拥堵的 在整个正部六省当中 洛阳的经济是仅次于六个省会城市的 非省会城市当中排名第一 因为洛阳它是一座工业基础 非常坚实 科研实力 非常强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洛阳的公交车特别的便宜啊 只要一块钱 如果你是老人 学生 还会另外打特价 物价水平也是非常的亲民 如果你吃面食的话 真的是便宜到那里不敢想象 所以我个人觉得 洛阳是一座性价比特别高的城市 而且交通呢 就不用多说 是整个正部六省当中 除了省会城市之外 非省会城市的 唯一一个拥有地铁的城市 近些年获得的荣誉呢 也是不计其数 先后获得了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式 国家知识产权释放城市 中国十大最佳魅力城市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等等一系列的称号 从古至今 在这里诞生的杰出人物呢 就不计其数 洛阳目前呢 一共是下下了七个区 七个县和一个开发区 长出人口呢 大概为七百万人 总编区为1.52万平方公里 街头的景象 确实是让我 有一些震撼和不敢相信 电动大局呢 也是非常的多 看上去经济活力啊 十分的活跃 他们的公共车站台呢 也是建设的古色古香 尤其是走到他们的一些 古老的街巷啊 真的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洛阳呢 也是一座因牡丹而文明天下的城市 树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称 被誉为千年帝都 牡丹花城 尤其是每一年的洛阳牡丹文化节 殖民中外 当然呢 还有这里的特色美食 水席 也是文明全国 著名的景点 老君山 伦门石窟 白马市 这些旅游景点 都是大家非常向往的 坐着公交车 穿梭在洛阳的大家小巷呢 随处可见 满眼的绿色 可以说 洛阳这些城市的绿化程度啊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惊讶 可见洛阳市政府 对环境保护的正视程度 而这个绿色的环境呢 也造福这里的人们 这里生活环境啊 确实是让人 非常的羡慕和向往 初次来到这里了 就深深的 为洛阳州的城市着迷 这里既有厚重的文化底蕴 也有蓬勃发展的 新兴科技产业 与之隔我的感觉呢 洛阳是一座非常具有活力的城市 走在洛阳的这个大小巷啊 随处可见年轻人 由此可见呢 人们对这座城市还是非常的向往 年轻人呢 也是非常喜欢洛阳州的城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洛阳的街头啊 你根本看不见任何的垃圾 特别的干净和整洁 而且道路规划的特别平坦 没有一点坑坑洼洼 而且这里的房价也是特别的清明 所以说没有理由会拒绝 洛阳这座城市 好 现在咱们坐着公交车 好好的欣赏一下 洛阳这座城市的现场情况 看看具体安排到底是怎样的 潜不清潇洒过百包衣 心殿又是掉流尽 生生空后迷 一笔浓墨流失荒芹 雨泡长剑看风流 山窗不念旧 浮世为狂野无忧愁 尽生这些遥共难流 去房间红楼兜酒 多情谋 落墨诗卷又记得 转世间最烈的酒 我长而微微高楼 看尽天下何人可思奴隐 雨泡长剑看风流 山川不念旧 浮世为狂野无忧愁 乘着邪药不难留 去坊间红楼兜酒 若清梦落寞时却又记得 转世间最烈的酒 我长而微微高楼 看尽天下何人可思奴隐 乘着邪药不难留 去坊间红楼兜酒 若清梦落寞时却又记得 一众可知它是最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 那么你了解洛权的历史和发展变方法